哇,现在估计快有40度了啊,从那个通调车里边出来啊,到外面明显感觉太阳照着后背都很灼热了,把我的车呀整个收拾了一下,收拾了一下呢,打扫干净,打扫干净我们就准备出去玩了,然后把我的车里东西啊,还要拿出来,拿出来放到萌萌这个车里边,因为过段时间呢,过几天可能给儿子过完生日呢,萌萌啊,还有他这个小表妹啊,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玩一下 啊,因为他们要去那个青岛办事情,然后开房车去,开房车去,某个老爸不放心,不让他开,他就把我拉上了啊 正好呢,现在天气也很热,这个天气呢,在这个浙江确实吃不消,但是现在我查了一下,山东呢,天气还挺好的,一般就是20,晚上可能20,20度,20度啊,白天26,7度啊,还可以 这个温度还舒服一点,所以绝对跟他去玩一圈吃,就当一回保镖啊,护花实着 所以我现在把我的车弄一下,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车呀,之前一直是我自己玩,然后呢,我带了儿子两个人啊 那这段时间不是去考那个C6驾照吗,去合肥那个巨员驾校啊,考了这个C6驾照 嗯,住了三个人,就是那个萌萌啊,和他这个小表妹啊,他们姐俩住后边一个大床 我现在是个单人床,看到没,单人床啊,小边坐,这边是卫生间啊,上面一个卫生间 那一个人住就是这种布局,那我们三个人去的时候呢,后面是一张大床啊 然后我呢,是睡在驾驶舱的,那驾驶舱呢,有个放个充气床 啊,妥妥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单人床啊 那睡了连来带去吗,睡了大概有个四五天的时间吧 那感受跟大家说一下,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小车睡三个人怎么样 那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睡三个人的话,这小车我感觉还是挺拥挤的 嗯,你睡两个人都不算宽敞的时候,你睡三个人肯定拥挤啊 那睡一个人我感觉还是挺宽敞的 一个人的这种布局,你看,对吧,单人床,是吧 一个人的活动空间也可以,两个人还凑合,三个人确实有点拥挤 尤其是,啊,不是就是一家人的情况下啊 哎,带两个异性女生出去,也不是很方便,说实话啊 那就是,呃,变成一个营地车了 本来我们这个水箱水都加满了什么的,准备就是可以洗澡 但是因为它那个,呃,驾校啊,是有这个洗澡的地方 有这个洗澡的地方呢,那我们就没在这个车里洗澡了 省得到时候再弄起了,已经变成大床了嘛 所以这个车,很多小伙伴说几个人玩,其实就是一两个人玩啊 或者两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哎,妥妥的啊,挺舒服的 那如果是三个人啊,这偶尔住一下还可以的 像我们这种呢,类似于就是,偶尔出去啊 三四天四五天还可以呢,长期这么玩肯定受不了 长期玩肯定还是这种旅居啊,还是这种拖挂房车 大的拖挂房车啊,像萌萌这个新款也是啊 中门拖挂的,对吧 哎,然后呢,它两个独立的卧室,你这个车停营地了 前车就可以出去穿大街走小巷了啊,不影响你出去玩 你要弄一个大的C型房车,你开出去逛街也不方便,对不对 所以说这每种房车有不同的玩法 那这个车呢,其实我是驾驶舱呢,也是可以这个副驾驶 也可以转过来朝后的啊,和这边形成鞋的对坐卡座 后面呢,现在看是单人床啊,小便座 还可以变成单人床卫生间啊,还可以变成这个对坐卡座啊 O型卡座像包箱一样,还可以变成一个大床啊 它是五种布局的,可便衔的,就一个车同时用五种布局 所以说这个车的亮点就是一个人玩也行,两个人玩也行啊 你三个人玩也可以啊,就是说多功能的啊,上班代步也行 拉人拉货还行,这个车拉货是不少拉的,你看看 现在嘛,我其实这个单人床还可以靠一下啊 就可以放东西嘛,放到床上啊,往上罗都可以 所以说拉货是没问题,拖拖了 所以拉人啊,拉货呀,都可以,一车多用啊 所以这个车很多小伙伴想拿它当旅居,我不是很建议啊 但是旅游啊,也可以啊,或者是一车多用啊 家里当个有小孩的,当个保姆车呀 哎,带老人呢,去出去玩一下呀,或者去医院做个体检 带小孩啊,周末去上个兴趣班啊,平常上下学呀 接送一下呀,上下班代步啊,累了呢,就休息一下 而且这个空调也是挺给力的啊,这次测试了一下 因为合肥是比较热的,我们那里有电啊 所以这空调也是给力的 那我那个车呢,现在加装了800的锂电啊 所以说更好横的就是,白天的时候我都用空调 因为练车的时候不是也热嘛 我就把这车停到那个练车场,练车场旁边 然后呢,到我练的时候我去练 然后到别人练的时候呢,我就在空调车里面凉快凉快啊 刷手机啊,密意见啊,都挺好的 所以说,这个小车呢,在我手里充分是体验了一车多用 但是见小伙伴们选车的时候 一定要选适合自己的房车啊,这是最重要的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喜欢房车生活的小伙伴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蜗牛在永图 我是刀主,一直在路上 我们明天见,拜拜